他的音乐是我平时比较少接触的那句话的 因为我本来想的是这里 你知道我给你递麦克风对吧 对 本来是 然后正好你没事做 不然你就跟我一起唱 不好递 不好递 因为我通常这只手拿麦 然后这样递也不好看 这样递其实也不太好看 我有考虑到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是两个人唱歌嘛 这种快歌一个人在唱 另外一个人就是会很尴尬 因为没有事情做 我可以给你补 比如说你 第一次跟文文老师合作 需要一些默契才可以 在舞台上展现出那种 不是很生疏的那个感觉 你会在晚上写歌吗 会啊 我经常在晚上写歌 我只能在晚上写歌 天亮的时候写很多东西 我会觉得情绪不对 然后一到晚上呢 你不想写歌 你都那个灵感 都往外涌的那种感觉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没有人知道 我每一次上台前 都要看一遍 《鬼灭之刃》 《无限列车》的最后一集 那动漫里面的音乐 也非常的热血吗 我就是一个很热血的人 所以我经常会看那种热血漫 会让我疾病恶大起来的那种 舞台感染力吧 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 其实夜生活就是要自由 释放这种感觉 对 我听过一句话 我觉得说得很对 就是为什么熬夜的人喜欢熬夜 是因为他还不舍得结束今天这一天 所以我觉得就是 夜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跟今天的自己 好好告一个别 明天就要迎来不一样的自己了 我觉得是这样 告诉自己明天我一定要放肆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去享受这个舞台也好 或者享受这个夜晚就好了 对 不是说我迎来了这个夜晚 它才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 而是不管是这个夜晚 还是明天的夜晚 还是明天的白天 我睁开眼睛 都是一个非常美好 值得期待的一天 嗯 感谢观看